不少韓国当红男星 接二连三从军报国 让粉丝们心疼又不舍 不过还好 有人入伍 也有人正好退伍 凭着在韩国创下 高收视的亲戚 女人香气 成功衔接玄冰所留下的空缺 成为近来人气 最旺的施海杀手 就是她 在戏里大跳探购 和女主角金轩儿 贴身共舞的李东旭 不知迷到了多少粉丝 站稳了一线小声 不过在这之前 相信大部分的观众 应该都是凭着一部韩剧 买个认识李东旭 2005年这部火红弹剧 让当时首途挑大量 担任男主角的李东旭 打开了知名度 纯红齿白斯文俊秀的外表 还获选最受欢迎华美男 只有几年李东旭 勇于尝试各类型的角色 还跨足了影韩 可惜身世开高走低 事业似乎遭遇了瓶颈 只要在2009年黯然当兵去 不过幸运之神 终究还是卷责他 2011年6月才退伍的李东旭 不像其他被迫中断 演艺生涯的男性 生怕酒眉曝光 就被粉丝给遗忘了 一当完兵就马上投入新戏 女人相亲的演出 在戏里饰演李星社的本部长 和号称很有帮富运的女性 精选而配对 果然在韩国上党后 创下收拾佳机 让李东旭的付出之路 有了好的开始 李东旭旭旭旭旭旭旭 我可别以为李东旭的成功 如此情而易举 光好有钱小开 爱上平凡女的浪漫故事 还不足以吸引观众目光 免不了要有点牺牲 新生坚实筋状的肌肉 可是李东旭努力减重16公斤 每天健身无效事才换来 来的成果 人气正望了他 上周抽空来台会 隐秘带着面对笑容 出席机智会大展示威力 或许第一次防台面对媒体 李东旭看来虽然有点紧张 严谈间却还不忘耍幽默 还有这里也有些人 在吃饭和饭吃饭 他就在吃饭 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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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此,我肯定吃了肩肉,我肩膀都很容易进化 所以,我开始努力地瘦,肩脖子瘦了 我抬肩膀做了自己的体重 这些都是重症 真的不容易 比较 比较 但你跟那个时候是差不多 我买购的时候的体重跟女人相亲 女人相亲那时候的体重是差不多的 对, dele 为什么你对我的体重这么好心 从莫省会现场粉丝们的热情反应看来 就算现在衣服底下的六块腹肌全消失 大家也不在意 可以近距离看到偶像就已经像是 王智珍 有两句大蓝的莫意 因为在女人相似中 一共须不知有扬眼裸露兮马 苦恋探狗甚至还开尽口唱歌 最经典画面就赎和金轩儿男女对唱的 真情告白啦 想不到就让观众感动的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甜蜜之歌 李洞区在见面会的一开场 就送给粉丝们一个大惊喜啦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